大家好 我是亚洲大学行动商务与多媒体应用学习的老师刘兆良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用最简单的方法跟大家来说说 人工智慧是什么 其实人工智慧是一门相当艰深的课题 牵涉到大量的数学模式 理论 还有各种的演算法 所以一般来说 资讯科系通常要等到同学比较有相关的资讯基础以后 才会开始学习人工智慧这门课 因此会把这门课程安排在大三以上或者是研究所来开设 所以要把人工智慧简单的说说还真的是有点困难 不过我今天的目标就是要让没有任何资讯基础的各位 了解人工智慧出现在生活上的应用 以及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会使用大量的影片来引导各位进入人工智慧的世界 希望各位会喜欢我在演讲中所说的比喻和说明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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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